晋阳之战是一场晋国的内战 此战之后 晋国亲族剩下赵薇涵三家 之后三家分进 开启战国七雄的新局面 晋阳之战发生在晋阳 晋阳是晋国赵氏的领地 这场大战与赵氏密切相关 赵国是银姓赵氏 而秦国也是银姓 其实啊 秦赵两家是一个银姓老祖宗分出来的两条纸脉 这个老祖宗在商朝时期是商周王的侍卫 叫做斐廉 商周王时期大概就是公元前1060年前后 距今3000多年了 斐廉因为驾车技术高超 担任商王的司机 这个驾车的技能在银姓一族得到很好的传承 他的后代都是出色的司机 商朝灭亡后 到周朝的周末王时期 这大概过了有一百年 银姓传了大概五六代 家族出了个更厉害的老司机 叫做造父 因为给周末王驾车有功 被分封到赵城 在如今山西洪洞县 因此这个家族被人们称之为赵氏家族 银姓开始在周朝显跪 银姓其他进门上的一些宗亲 纷纷前来投靠 大概又过了五十年 银姓大家族又出了一个人才 妃子 他特别善于饲养马匹和牲畜 周孝王为了抵御戎敌 非常重视马匹的饲养 特地把铅水喂水之间这块肥沃的圆上草原作为养马场 周孝王把妃子拍了过去 马场的马匹被他养得标肥体壮数量大增 周孝王就把秦帝赐给了妃子 秦帝就是如今甘肃李县一代 从此 他们这一支就号称秦银 一直到公元前七百七十年 秦相公看准了周平王冬谦的机会 主动出兵护送 事后获得了决位的封赏 秦国自此正式成为诸王室的诸侯国 这个时候距离伤亡的侍卫匪廉所生活的年代 过去了大概三百年了 和秦国相比 赵国的建国之路就要曲折多了 在周渝王时期 一只赵氏族人为了躲避暴政 开始为晋国消灭 成为晋国赵氏 因为是晋国的外来户 赵氏根本无缘重要之位 到晋献公时期 赵氏家主赵崔 也只是晋国公子的小跟班 在晋国人眼里 赵崔这辈子想翻身 几乎是不可能了 因为他跟随的公子崇尔 根本没有继承王位的希望 当时晋国已经有敌长子 申生这位太子 而国君晋献公崇爱妃子离姬 一心想立小儿子西齐为储君 对年长的儿子们百般挑剔 不管从哪个角度看 国君之位都绝对沦目到崇尔 公元前656年 崇尔更是被晋献公赶出了晋国 开始四处流浪 可即便如此 赵崔还是对崇尔忠心耿耿 不离不弃 数次为崇尔出生入死 成为了崇尔最信任的朋友 连崇尔的舅舅都比不上赵崔 命运的转折点 有的时候来的就是这么突然 公元前651年 晋献公避斥 此时太子申生已经被黎姬陷害自尽了 黎姬之子西齐继位为君 然而屁股还没有坐热 就被太子申生的旧部 刺死在晋献公的灵堂之上 而后继位的卓子也被击杀 晋国人迎回了崇尔的弟弟姨吾为君 这就是晋慧公 晋慧公在位十四年 时间不算长也不算短 晋慧公去世之后 他的儿子晋怀公不善治国 公子崇尔竟成为民心所向的新君主 公元前636年 公子崇尔回到晋国继位 成为晋文公 开启了他的春秋霸主之路 而赵崔这位曾与晋文公患难与共的心腹 一下子成为晋国政坛的新星 赵崔谨慎谦逊 经常为晋文公举荐贤财 晋国六卿 既然有五位都是出自赵崔的推荐 赵氏这个曾经默默无闻的未来后 在晋文公在位的九年时间里 积攒了巨大的声望和人脉 一跃成为晋国的第一清族 公元前622年 赵崔去世 他的儿子赵顿接任家主 年轻的赵顿步入政坛 就得到了中军组的官职 第二年赵顿又晋升为中军将 总览晋国的军政大权 就在赵顿升任中军将的同年 晋相公彼此 先军晋林公年幼 晋国内政全由赵顿决断 不仅如此 赵顿这个亲大夫 甚至代替晋林公主持诸侯之间的会盟 这在春秋时期可是头一份 晋林公对赵顿架空自己的行为非常不满 设下埋伏想要除掉赵顿 可这时的赵氏家族在晋国如日中天 晋林公的计划不仅没有成功 甚至自己反被赵氏所杀 晋国老陈胡言无不叹息的说 赵崔是冬天的太阳 赵顿是夏天的太阳 赵顿这颗夏日的交阳 让晋国公事如芒在北 公元前六百年 晋景公继位 这是一位野心勃勃的君主 不愿再受制于赵氏家族 晋景公加强军权的第一步 就是扶持自己的势力 可是此时晋国的十权派 大多都跟赵氏沾尽呆骨 晋景公好不容易提拔一个自己人 徐林傅当中军将 结果下面的人却根本不买徐林傅的账 间接导致了晋国在壁之战中惨败 丢了霸主之位 公元前583年 晋景公终于抓住了赵氏家族内讧的机会 趁机诬陷赵氏谋反 将赵氏灭族 多亏晋国司马韩爵 感念赵氏对他的抚养之恩 站出来和晋景公距离力争 才使赵顿的孙子赵武得以幸存下来 这个孩子就是我们熟知的赵氏孤儿 凭借着君主的信任 而一飞冲天的赵氏家族 就这样因为君主的忌惮而重重的衰落谷底 为了避免再次出现君弱城墙的局面 晋景公提拔任用了一大批公族子弟 其实在春秋这个血缘至上的时代 一般来说 各国的重要官职都是由国君的亲属 也就是公族来担任的 晋国之前之所以是个例外 是因为现在的公事 是取卧一支的小宗公族篡位而来 为了避免别人有样学样 晋文公崇尔的父亲晋献公在位时 清洗了晋国的公族 便下令禁职以后的公族参政 一姓一世开始上位 晋文公回国后 大量任用一姓一世的能臣 这些一姓家族填补了公族留下的权力空白 在提高晋国人才水平的同时 也为侵权果强埋下了隐患 所以这个时候 晋景公想要拉拢国内的公族 加强公式的力量来对抗侵权 想法是好的 可是结果并不如意 燕陵之战结束的第三年 也就是公元前573年 晋国最强的公族鸾氏 谋杀了晋力公 晋力公麻岁之战痛打清国 燕陵之战又几百强处 晋国重回霸主之位 晋力公是一个很有能力的郡主 然而却不得善终 还落下一个恶事 晋力公死后 鸾氏另立新军晋道公 晋道公虽然即位时只有14岁 却并不是个尤人摆布的孩子 晋道公一上尉就提出 要提拔一批晋国旧功臣的后人 其中赵崔的曾孙 赵氏孤儿赵武赫然在列 晋国的旧功臣大多是一行一事 晋道公想借助这些人的力量 来除掉胆敢弑君的鸾氏家族 所以赵氏的独苗赵武 借着这股东风升至特别快 公元前552年 赵武已经是晋国的二把手中军佐了 同年鸾氏被诬陷谋反 鸾氏家族鸾银逃到齐国 又勾结齐国来攻打晋国 结果被晋军击退 鸾氏全族被诛灭 鸾氏的覆灭 代表着扶持公族对抗清族的计划 彻底破产了 其他的公族势力弱小 根本无力对抗强盛的清族 公元前548年 赵武成为晋国正亲 赵氏家族再一次站到晋国的权力之巅 此时的晋国 权力完全集中在赵氏 范氏 中杭氏 智氏 魏氏 韩氏 这六大家族的手中 六卿成为晋国真正的主人 公元前514年 最后的公族 骑氏 杨舌氏 也被六卿诛灭和瓜分 晋平公的太副书相叹息着说 我们公族算是完了 从公元前552年 鸾氏被灭 到公元前500年 这半个世纪的时间内 赵 范 中杭 智 魏 韩 这六卿之间维持着相对的和平 难道六卿之间形成了一种均衡 相互之间甘于平起兵做吗 当然不是 在晋国 不谨则退 和平只是表面上的 事实上 六卿在鸽子的封地上 大力发展经济 大搞军备竞赛 人口是一切建设活动的基础 为了吸引更多的人口 六卿纷纷发起了土地改革 起初 通行的规范是以百步为一母 为了能在竞争中脱颖而出 六卿开始把母的面积扩大 好处显而易见 如果你跟踪了一百亩土地 每亩的面积增大 意味着你的一百亩 要比别家一百亩的面积较大 打的粮食也多 奴民的实惠就多 自然可以把别家的民众吸引过来 范是中行士将百步一亩 改为一百六十步一亩 智士则以一百八十步为一亩 韩士卫士以两百步为一亩 赵士最下血本 以两百四十步为一亩 不仅如此 六卿还降低了税收 仅收百分之二十的农业税 其中赵士的税率比其他五家 还要低很多 尤其是在赵士家族赵贱子 所组织建设的晋阳城 更是一度实行过 无税的优惠政策 六卿之间进行着一场 没有硝烟的抢人大战 六卿的政治势力和经济势力 极度膨胀 相应的领地上的县郡也就越来越多 六卿通常任用自己的家臣仰氏 来担任封地中的县郡长官 这些官职不能世袭 实际上就是封建官僚体制的前身 不仅如此 六卿还有意把一些城市建设成本族的政治经济中心 赵士的晋阳 韩士的平阳 卫士的安逸 这些大城成为各家争霸的根据地 在玄址建成和经营根据地方面 赵士最具有战略眼光 在晋国比较抢手的好地段 是人口密集的河坟地区和南洋地区 赵检子不想和大家挤在一起 他制定了一个北进战略 选择位于晋国北方的晋阳城作为根据地 晋阳就是如今山西的太原 在当时来说 这里虽然地处偏远 但是极其有利于赵士向晋国以北扩张 赵检子先后派遣智囊 董安于引夺 认真治理晋阳城 在晋阳储备了大量的毛铜等制造军械的原料 一方面增修军营壁垒 加强称防 使晋阳城具有了强大的防御能力 另一方面 赵士在晋阳减轻税负 争取民心 经过董瘾二人的苦心经营 晋阳城池兼固 物质充盈 民心归附 这组建成正是赵士与朱钦相争的底气所在 晋阳城的建设需要大量的人手 赵检子想到魏国曾在公元前五百年 献给他五百户民众 当时他把这些人安置在邯郸 有邯郸赵士帮忙管理 现在晋阳城需要用人 赵检子就想把这五百户民众迁徙到晋阳城 邯郸赵士这一脉 与赵检子这一脉在一百年前是一家 经过百余年的发展 邯郸赵士已经是一股不小的政治势力 赵检子想要人 邯郸赵士却不愿意把这块倒嘴的肥肉给吐出来 坚持不还 赵检子大怒 一气之下砍了邯郸赵士的家主赵武 这下可真的捅了马蜂窝了 赵武的舅舅是中航市的家主中航银 他听说外甥赵武被杀 中航银立刻率领中航市的军队攻打赵检子 邯郸赵士为了给家主赵武报仇 也发兵攻打赵检子 由于范士与中航市有互为殷亲 也发兵加了进来 如此一来 赵检子受到三家势力的进攻 在范士中航市和邯郸赵士的逼迫下 赵检子退守赵士的大后方 晋阳 赵士危在旦夕 晋国其他减家也坐不住了 由于中航市与范士平日里作风嚣张 韩士与卫士本来就很反感他们 韩魏都站到赵检子这边 而智士也想趁机把这些老牌亲大夫给灭个一两家 好让自己的手下顶替亲大夫之位 所以智士也站队赵检子 与此同时范士内部矛盾也出来了 范士的旁支范高仪想干掉家主 然后借机上位 所以这支范士势力也支持赵检子 如此一来 晋国国内形成了两大队力的势力集团 战火一出即发 智利对晋定公说 当年军侯有令 率先发动霍乱的人必须处死 君臣的蒙叔还沉在黄河里 现在赵士范士中航市三家开始发动霍乱 我们却只驱逐赵检子一个 这样的惩罚对赵士太不公平了 请将中航市范士以柄驱逐 晋定公同意了这个请求 公元前497年11月 智士韩式卫士三家军队 封晋定公之命 攻打范士中航市 然而 以智韩卫三家为代表的晋军 竟然没打过 实力雄厚的中航市范士恼羞成怒 决定反攻晋定公 当时晋军虽然没有实权 但是影响力还是有的 范士中航市公然背叛国军的行为 遭到了晋国上下的一致反对 人们不约而同地选择站在晋定公的一边 与范士中航市为敌 全国上下齐心协力 最终范士中航市已摆涂地 只得逃亡昭戈 当年12月 晋阳职位解除 在韩式卫士的帮助下 赵检子得以官府原职 重新执照 在之后的八年时间内 赵检子连续数年多次攻打范士中航市 这两家从昭戈退守到邯郸 又逃到百人 最终逃亡七国 这场内战是晋国六亲之间的第一次兼兵战争 赵韩位置四家联合 将范士中航市两家驱逐出了晋国 晋国六亲剩下四家 原属于范士和中航市的土地 按照规矩全部莫属充功 晋国攻势一下子夺出大片土地 此前六亲的种种改革 促进了各自领地上的经济繁荣 晋国清大府的领地治理状况 要比公事好太多 当时没有成熟的户籍制度 晋国公事领地上的农民都快跑完了 范士中航市被灭之后 晋国权力进一步集中 剩下的晋国四亲 更加嚣张跋扈 开始图谋晋国公事的土地 赵韩位置四家 在私下里一合计 反正公事也留不住人 良田没人耕种 不如我们就把它分了吧 于是把元属于范士中航市 后来被没收充功的土地给瓜分了 对于这种明目张胆的抢劫行为 晋出公非常郁闷 他想借助齐鲁的力量驱逐四亲 然而计划没成 反而是晋出公自己被四亲赶出了晋国 晋出公逃亡齐国 死在半路上 中军将智瑶另立晋埃公为军 晋国军政全由智瑶决策 晋埃公及其以后的晋国君主 基本上就是傀儡 晋国公师的领地进一步被瓜分 很快就不省多少了 智瑶为人凶狠多谋 而且野心勃勃 瓜分完公师的土地之后 智瑶又不满足了 可赵魏涵三家谁也不是软世子 上哪兼兵新帝呢 在谋师的帮助下 智瑶想出了一个计策 智瑶先是借口与南方的越国争霸 献出一座城池给公师 然后要求赵魏涵三家也各自献帝 谁不献帝谁就是叛徒 等待他们的将是和中杭氏一样的下场 智氏手握军政大权 锋芒震盛 韩氏和魏氏虽然心里十分不痛快 但又不敢拒绝 只有赵氏断然拒绝了智瑶的要求 智瑶听到之后 欣喜若狂 瓜分赵氏的机会 这不就来了吗 难道赵氏就看不穿智瑶真正的企图吗 其实不是赵氏图太铁 而是因为智瑶在这里给赵氏挖了一个大大的坑 智氏向赵氏所取的是令和高郎而递 令与高郎地处赵氏政治中心 晋阳西侧 而此前智氏已夺取的囚游 则在晋阳东侧 令与高郎一旦易主 那么智氏就会对晋阳形成东西夹击之时 不但赵氏两代人苦心经营的大本营危在旦夕 就是多年北晋取得的成果 也会随之化为乌有 如果赵氏同意智氏的方案限定 极有可能在晋国失去立足的根本 所以赵湘子当然不会放弃对这两座城的主权 这次智氏向赵氏索取土地 就是一场赤裸裸的阳谋 智氏看发展迅猛的赵氏不耍很久了 当年中杭氏叛乱发生后 韩卫两家都帮赵俭子向禁定公求情 使得赵俭子能够官府原职 唯有智氏不仅不帮赵氏说话 还趁机逼死了赵俭子的左网右臂董安瑜 赵氏不肯献帝 家主赵湘子知道 智氏此次必定会借机发难 于是立即决定撤退 可是退到哪里好呢 当时赵氏有三座国都级别的大城 分别是晋阳、长子和汉丹 其中晋阳城是赵湘子的父亲赵俭子 在五十年前构建的 政治军事基础比较牢靠 治理晋阳的赵氏家臣尹夺 有代名宽厚 百姓拥戴赵氏 城中物质充足 民心稳定 而且晋阳城位于赵氏腹地的太原平原 背靠龙山、东陵粉水 北一孟城、南带耿阳 医收南宫固若金汤 所以赵湘子最终选择退守晋阳 依靠这座劳苦的大本营做最后的抗争 公元前453年 智卫韩三家组成的联军 很快将晋阳城团团包围 晋阳之战爆发 晋阳围攻数月 迟迟无法破城 苦恼之际想到了一个绝佳的破城计策 水淹晋阳 这是我国战争史上第一次真正使用水功法进行作战 智瑶命令士族在进水源头挖去饮水 然后在晋阳城外环城构建水坝 再把水引入城墙和坝之间 水灌晋阳 晋阳城跑在水中 水势越来越高 眼看就要漫过城墙了 随时都有崩溃的危险 当时晋阳城内民无叛议 非常团结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形势持续恶化 晋阳城内潮湿不堪 地面无法居住 民众移居高处 甚至住在树上 城内的粮食即将耗尽 人困马发 战斗力下降 百姓甚至开始出现一子而食的残下 晋阳发现晋阳城有崩溃的迹象 难以掩盖骄狂之心 就在含虎和卫居面前说 以前不知道 水还能轻易灭亡一座都城 如今看来 把都城建在河边 不是什么好事 灵河可能会肃亡 此语一出 卫居和韩虎几备发马 相顾无言 因为卫氏的大本营安逸 正是建在宿水边 韩氏的大本营平阳 正是建在焚水边 晋阳的模式 赤兹看到卫居和韩虎 表现得忧心忡忡 就对晋阳说 您要小心韩卫两家叛变 晋阳打惊 连忙问他 何出此言 赤兹说 你看 我们和韩卫约定 灭掉赵氏之后 一起瓜分赵氏的土地 现在晋阳城就差六尺 就能被大水淹没了 城中粮草淡绝 他们已经在沙马为池了 破城指日可待 然而你看卫居和韩虎他们两人 不但没有喜悦之情 反而面有忧色 这不是有二心 又是什么 急性子的智瑶 立刻把韩卫二人叫来 质问他们是否有二心 卫居和韩虎对视一眼 战战兢兢的对智瑶说 赤兹不是好人 他分明是借此攻击我们二人 为赵氏说话 使你怀疑我们韩卫 而放松对赵氏的攻击 我们一直都想找些灭的赵氏 分享其天地 怎么可能自找祸患 败坏与您商定的大事啊 智瑶被即将到来的胜利 冲昏了头脑 竟然相信了这番话 迟此深感大火临头 连忙借口出使弃国 离开了金国 此时此刻 在智氏眼里 晋阳称已经是主书的鸭子 但赵湘子还没有放弃 他还想最后再拨一把 凭借多年的政治斗争经验 赵湘子清楚 城外的智魏韩三家 可不是铁板一块 韩魏两家对智氏感怒而不敢言久矣 如果能说动韩魏两家站到赵氏这边 未必不能扭转乾坤 于是赵湘子派遣家臣张梦潭 出城斡旋 张梦潭半夜出城 潜入魏居和韩虎的大印中 张梦潭说 不知你们还记不记得 纯王痴寒的故事 赵家一旦灭亡 就该轮到你们两家了 韩虎魏居也懂得这个道理 不想听从制造的命令 但他们担心自己力量不足 密谋会提前泄露 到时候韩魏出师身先死 那就太惨了 张梦潭说 这个计谋天执地执 你知我知 不会有问题 于是三人秘密上帝计划 一番蒙食过后 张梦潭就悄悄地返回了晋阳城 当天夜里 智瑶的首帝氏族被杀 赵魏韩联军 掘开大地 大水倒灌智瑶的军营 智氏军营乱组一团 韩魏两军趁此机会 从两翼对智氏发起进攻 赵襄子也率兵从正面发起攻击 三家河里 一局击败了智氏的军队 智瑶仓皇奔走龙山 被赵襄子的伏兵所擒 赵襄子深恨智瑶 割下智瑶的头颅 制作成伤 就是喝酒用的一种酒气 智瑶家族两百余人 全部被杀 天下为之震惊 智氏被灭族后 智氏的封义被赵魏韩三家瓜分 至此 晋国大部分的领土 都为三家所有 晋国公使已经名存是亡 赵魏韩实际已经成了三个独立的国家 号称三晋 到晋埃公之子晋幽公即位时 晋国公使只剩下将和屈卧两地 晋幽公畏惧赵魏韩 反而去朝拜三晋的君主 智氏被灭得五十年后 也就是公元前403年 周王室正式将魏文侯 韩锦侯 赵列侯 列为诸侯 承认了三家分晋的事实 随后在公元前376年 三国将晋国公使最后一点土地 也就是将与屈卧二地 也给瓜分了 这个时候 晋国公使虽然没有了封地 但是名义上仍然存在 一直到公元前360年左右 三家分晋局面一定 分晋以来的领土争端 暂时得到缓和 这时赵魏韩三国回过头来 重新安置晋军 公元前359年 晋国的最后一位君主 晋晋公 被三晋封于端室 十端室一城 截止到这 晋公还算有了个归宿 但是好景不长 赵素侯元年 也就是公元前349年 赵国夺走了端室城 晋晋公被迫一举屯流 成为家人 所谓家人 就是居家之人 无管无职 不久晋公有宜居同地 再无消息 昔日的春秋霸主晋国 就这样黯然退场了 华夏历史不再有晋国之事